美国距离债务危机解除又更进一步 针对提高华府债线的2023年财政责任法案 31日在众议院的表决过关 这对努力推动法案通过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来说 可说是一大胜利 共和党文和派成员也肯定法案内容中的财政削减 民主党议员则认为虽然法案不算最完善 但却是拯救经济的关键妥协方案 美国总统拜登也发布声明 表示虽然两党都没有得到所有最想要的 但在各方的妥协之下 众认踏出了关键的一步 帮助国家可能面临的债务违约问题 根据最终版本的法案 美国政府将削减联邦支出 并提高美债上限至2025年后 而众议院的关卡通过以后 还要再送交到参院进行表决 白宫再次强调 拜登确信法案 一定能够在6月5号 在线到期以前交到他的手里 接下来参院投票的时间 还尚未正式公布 不过参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领袖 都表示希望最快 能够在当地时间6月1号进行表决 究竟美债危机是否能够顺利拆弹 全球各地都屏息以待 华语新闻华语军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